我们刚刚讲了 联中组织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是跟治安有关 我们请各位再往下看 这个在我们耶稣应该是在180这边 你们有没有看过建教 有吗 有没有看过 有 那这个建教呢 你们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好 简单说 各位看到中北部建教的性质 比较属于祈安 就是祈求平安 但是你们看到在南部的建教 它是比较属于温教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驱除所谓的温轨 那这里面呢 也出现了所谓的南北的差异 南北的差异 每次办一次建教 要花的人力跟物力技术不少 因此呢 大部分都是村庄联合 这是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情况是这样子 比如说呢 最近呢 这个村落呢 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像说这附近的道路 发生了很多的死亡车祸 非常好多次 那有人呢 可能就会讲就是说 那我们是不是来弄一个 类似呢 这样的平安轿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但是我有时候是觉得啦 就是它之所以呢 那个道路呢 经常发生的车祸 我觉得是道路设计不良 我觉得是设计不良 其实应该是从那个道路的那个设计着手 那不过就是一般的那个民间 你们看到的那个情况就是 如果当地呢 有一些不安稳的那个情况出现 那很多人也许呢 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呢 要建教 那来求平安 那每一个地方的那个 建教的那个时间周期不太一样 像有的是三年 有的呢 比较长 是十二年一次 所以那个规模也不太一样 规模也不太一样 那你们看到呢 那这边都有很多的那个生理跟贡品 其实照我看起来 这个在当代其实要做一些改良 因为呢 有时候我看到那些那个 老公说杀了很大只的那个猪 猪公对不对 你们觉得那个卫生蛙 在那边风吹日晒 对吧 所以我觉得那有一些其实是要 要随着时代 其实要做调整 好 另外呢 有一种叫做自信 自信的组织 那最主要呢 这个是什么 其实是用性为单位 用性为单位 那他的那个 技术活动呢 其实呢 就有当地的那个 几个大的性来轮 像说那个 比如说 草屯 那草屯呢 是有比较大的四个性组成的 那这一类的活动呢 就是由呢 这一些性呢 在轮 在轮 那你们看到就是说 那个性事 性事呢 是结合人群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因此呢 在那个 祭祀方面呢 你们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同中 在祭祀里边的那个重要性 那这个是自信组织的一个特点 的特点 另外呢 有一种叫做神明会 那这个神明会呢 简单讲就是说 它是对于同一个那个神明 有虔诚信仰的成员 那 在那个神明诞辰的时候呢 会去举行 庆典 在这个之后呢 有 有一个活动呢 就是跟那个 赐福有点像的 叫做赐会 赐会 那借由这个方式呢 增加呢 彼此 彼此的那个 熟悉 熟悉的那个程度 那 这不是只有单一地区 这不是单一地区 所以 简单讲 有的 范围比较大 有的范围比较小 但是呢 它的一个基本特色呢 就是呢 对于同一个神明 对于同一个神明 有共同 共同的那个信仰 那 那个 最后的部分呢 我们来谈 那这个部分呢 是比较 理论性质 理论性质 那请各位来看 就是我们在谈 这些明真宗教的时候呢 其实呢 有两个角度呢 是可以观察 第一个 叫做祭祀圈 祭祀圈 什么叫祭祀圈呢 简单讲 就是某一个地方 祭祀圈圈是一个区域概念 就是它里面呢 成员呢 有包括村庙 公庙 在这个范围里边的居民 那另外呢 比方说你除了信仰基督教不属于这个系统之外 那居民呢 基本上呢 会缴纳这些祭祀费用 你们有没有想过 这个在都市呢 有没有可能 你跟对面都不认识 你要去收钱 怎么可能 对吧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呢 它基本上的一个特性就是说 大部分呢 是在乡下 就是都市化情况没有那么高的地方 那彼此成员之间呢 会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然后说呢 你当角头的人呢 大概呢 哪一家哪一家姓什么 那家里的成员情况 大概都会了解 你去收钱 而且大家知道你是当角头嘛 才不会觉得很奇怪啊 对吧 不然你想想看 这个在 不要讲太远 你说在我们古山这边 没有办法 去跟大家收钱吗 我们外地人 不可能 但是呢 也许呢 如果当地人的那个 凝聚的那个 情况如果不错 那大概呢 还是可以呢 有这样的组织存在 简单讲 就是这个济世圈呢 在过去的概念就是 你只要是个区域的呢 你都有怎么样 义务要参加 这个是区域 大家的事情 大家的事情 请各位看 所谓的信仰圈 简单讲 就是摩拜 相同神明的戏图 他们呢 的结合呢 基本上是志愿性的 那而且呢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范围的 技术活动 例如呢 那个 彰化 的那个 妈祖会 他基本上呢 只祭拜那个 妈祖 里边呢 会不会 那个出现呢 另外一个呢 神明 比如说 官圣帝君 不会 因为他很清楚嘛 他就是呢 以妈祖 以妈祖 或者是他的分身 他的分身 那这个是一个 自愿性质 而且呢 这是怎么样 单一的 这是单一的 他没有拜其他的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信仰圈 跟祭祀圈 一样吗 差别是什么 祭祀圈 是不是一个地域概念 地区概念 所以呢 他是不是多神信仰 因为是这个区域的嘛 好 信仰圈是不一样 他的结合是因为呢 有共同的神明 比方说呢 那个妈祖 就是大家祭拜的就是妈祖 不会有 中间不会有三太子跑出来 不会 好 好像说 出来跑龙套 不会 好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 单神信仰 单神信仰 所以 这个是在 我们的184 185页 这边 184 185这边 我们差不多呢 从这两个概念 信仰圈 或者是呢 祭祀圈 这两个概念 大概呢 如果你是 家里是住乡下 你可以透过这两个概念 稍微呢 做思考 就是说 你们那个地方的情况 大概是怎么样 这个在乡下是比较明显 对 那越都市的地方呢 其实呢 是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清楚 那 我初步的观察 就是说 像你说祭祀圈也好 或者是信仰圈 这些 那在都市一般都不太明显 但是就是说 有一个城市 其实还蛮有趣 叫旧的台南市 旧的台南市 其实呢 那个你看 庙非常多 庙非常多 然后呢 几乎每个礼拜六礼拜天 几乎都有庙那么多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其实是 需要进一步讨论 那这一步讨论就是说 因为台南 台南市 就是旧的台南市呢 它是开发比较早的地方 所以你看到呢 它的庙跟一般的那个居民居住的地方 是全部都挤在一起 就是你的隔壁呢 就是庙 你如果到台南去 很多的小巷弄 里边就有庙 那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特别的地方 就是台南市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在看两个概念 信仰圈 跟那个 跟那个祭祀圈 这两个呢 是我们在观察呢 目前的那个 宗教 宗教信仰活动 的两个 可以观察的指标 好 请各位来看 那个186月这边 好 186月 来 那个我们呢 那个讲到这边 来听一下你们的想法 那你们到目前为止 当听下来 你们觉得台湾的民间信仰 有什么样的特点 来 你说它的信徒 以中下阶层居多 好 来 你们 今年有没有人去拜拜过 有吗 那有点头了 大概有 但是看起来不到三分之一 那你们是自己去拜拜 还是那个 家人带你们去 啊 你你拜拜 为什么你跑去拜拜 哦 所以你是例行的 就是初一十五的吗 固定是不是 那那个商店不是拜初一十五 商店哦 通常都是拜农历的初二十六 那有的是初二十六都拜 但是呢 也有比较简单的啦 就只拜初二的 或拜十六的 所以你哦 你只要看到那个 哦 房租齐楼有一些店家在拜拜 通常不是初二十六 哦 这很准 来 那你们还有别的同学 你们去拜拜是什么原因 祈求平安 还是怎么样 那以前我修课的同学哦 那个蛮有趣 跟我讲很有趣的故事 两个女生 他们呢 都会呢 那个去拜那个 学校附近的土地公庙 他每个月呢 都会去拜了 那你们也知道嘛 现在呢 是不是六月了 六月接下来呢 是不是暑假 那他们两个女生呢 那个考完试之后呢 回去呢 其中有一个呢 有去跟土地公呢 告别 拜拜跟他讲说 哦 那个放暑假 我要回去台北了 那另外一个没讲 结果呢 非常好玩 那个静人回去台北之后呢 没有跟土地公告别那个 他说他每天晚上都梦到蛇 你们知道土地公的那个 他脚踩的是什么 其中一个是蛇嘛 对不对 所以啊 那个就提醒他 所以他后来还专程跑回来 就跟土地公拜拜 再回去 就没有再梦见了 所以这个很妙 就会听到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呢 也是这两个女生 她们说 她们呢 有一个学期呢 那个要暑假了的时候呢 就去问土地公 说她们要打工 到底哪一家比较好 好 那因为她们住台北嘛 所以在台北打工 结果呢 你们知不知道 那个拔闺事实上是要问问题 对不对 那看呢 她的回答是说 没有答案 或者是说 no 或者说yes嘛 大概是这三种可能 结果呢 一直问 问不出所以然 那另外一个呢 比较有经验呢 就想说 是不是我们问题问错了 然后那是宝贵 然后那个土地公就说 对你们问题问错了 好 那她就换一个方式问 问说那个土地公 是不是你的管辖范围不到台北 所以你没办法回答 答案是yes 所以土地公他的范围就这里而已 所以你不要问他台北的事情 好 这个是基本常识 基本常识 那另外那个 有一个同学 那个 也是大概五月左右 他就跟我讲说 他那个推增上了三个学校的研究所 一个是成大 一个是清大 一个是台大 他问就是说 那个他到底读哪一个学校比较好 那我就说 那你是去问谁 他说他去问那个通灵的 那我就说你问错了 那个通灵的又没读过大学 那怎么会知道高等教育 因为他跟他分析的情况 比方说他吉利跟他推荐说 他去读清大 我说这个分析错了 因为这三个给的条件 要嘛你就是选成大 要嘛就选台大 绝对不会考虑清大 因为成大给的条件就是 你交换学生去外国 英年 那那个是工费 硕士班 你去哪里找这么好条件 对吧 那台大没有 但是台大相对 他学座生活比较高嘛 对吧 那清大也是很良村啊 那你怎么会考虑清大呢 然后他把成大呢 讲得很不好 我心里在想说 奇怪你跟那个学校有仇啊 他就说那个学校呢 看起来呢 乌七八黑 就是看到了 然后呢 他说清大呢 金光山产一片光明 千万不要相信了 你们如果要问高等教育呢 你随便抓一个大学的 里面的教授问 都还比那个灵美要清楚 对吧 你怎么会去问一个没读过大学的人 他怎么会知道呢 好 那你们刚刚讲了 就是我们那个 刚刚同学讲说那个 济世对不对 中下阶层比较多 那你们现在呢 那个刚刚问了 其实还有几个同学啊 刚刚说有去拜拜 你们拜拜的原因是什么 来有谁还可以跟我们补充一下吗 来你们刚刚还有谁 有去拜过 像那个同学是例行性的 那还有吗 你们还有吗 考试顺利啊 自己读书认真一点比较重要吧 你想想看嘛 土地公怎么会微积分 他不会吧 对啊 所以你问他那太坚深了 还有吗 你们还有其他原因吗 你说对啊 你们有一些同学呢 那个累惨 发现呢 好像呢 运势不好 然后有人就跟你讲说 你去拜一拜吧 那好像那就好一点 据说是这样 因为我偶尔都会看到清光路 有人在那里惨好惨 来 你们刚刚呢 有稍微谈到的就是这一点 民间信仰有没有功利性的这一面 这是不是一个交换 那你去拜拜的时候呢 你的所求是什么 希望呢 也许你是考试 顺利 也许呢 你目前呢 刚好呢 不知道重大的那个决定 那你去问 看他是不是能够给你一个 比较明确的指示嘛 好 那如果事后呢 你觉得呢 这个指示对你来说 很有帮助很重要 你可能还会来怎么样 还愿 还愿 对不对 那也许呢 据一点那个 酵油钱之类的 都有可能嘛 那这个呢 是不是带有交换的色彩 那我们刚刚一开始呢 那个课堂上一开始讲 好 如果没有实现 你还不要去还愿 要吗 还是想说啊 反正那个 那个你指示呢 就像买保险一样 有也好 没有就算了 反正我找别的家嘛 对吧 这个 所以我们一般呢 在批评就是 民间信仰呢 它是有 比较功利性的这一面 有比较功利性的这一面 这个我想呢 大家都不否认了 大家不否认 因为呢 那个 你去庙里面呢 拜拜的时候呢 你是为了呢 心灵的提升吗 应该不是吧 应该不是 祈求心灵的平静吗 也不是 或者是你对宇宙有更高的体验 体悟吗 希望一步一步 迈向大抉择的境界 我想大概不是啦 这个功利性 其实是一直是存在的 但是呢 请各位看哦 它有没有公众性跟集体性呢 因为呢 你看到呢 这一些那个 宗教活动 它基本上呢 是一个人的所为吗 其实不是 是集合众人的力量 而且呢 是不是跟那个社区的凝聚力 是有直接相关的 这很重要 也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呢 好像是一己之私 但是呢 它有公众性跟集体性的那个 层面 那所以呢 你们看到就是说 我们在观察呢 那个台湾的民间宗教的时候呢 那各位看到就是 功利性的 那另外就是 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 不同的信仰 其实呢 它多多少少呢 有很明显的那个公众的色彩 比如说呢 你们看到呢 家妈怎么样会不会写那个 国太平安 会不会 会嘛 或者是风调雨漩 也就是说 祈求的是什么 一个比较安定的一个环境嘛 比较安静的环境 所以呢 س country you saw 我們看到就是它有這樣的一個面貌 然後這個圖我剛才為什麼講 就是說是對社會本身的崇拜 因為最主要呢 各位想看看 這一些神明 它基本上是不是呢 它的最主要的其中一個任務呢 是不是保護地方 對吧 那你之所以祈求它很重要的部分呢 事實上是對這個社區 你是有一定的那個關心程度 或者認同 或者是跟其他人之間呢 有休息與共的關係嘛 對吧 比如說呢前一陣子對不對 各位想一下 那個為什麼有人去拜拜要求雨 因為呢高雄已經走到什麼地步了 對不對 供水五天 停水兩天 而且呢那個五天裡面呢是怎麼樣 它是不是那個減壓 是減壓啊 對吧 所以 它是兩個面貌 有個人的 也有公眾的 也有公眾的 好 那請各位再往下看 那 例如呢 那個我們的獎益的一百八十七的這邊 那你們看到廟宇呢 會不會抽所謂的年籤 會 這年籤呢有幾種 有一種呢 其實大部分的年籤呢 他問的是我們這個信仰圈裡邊 一年的運次 有沒有風調雨順有沒有什麼呢 那當然就是說有一些廟也是無聊啦 他就是問國事怎麼可能啊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呢抽那個籤又亂解 最近抽的籤好像是說什麼 武則天怎麼樣嘛 對不對 然後呢有人就講了 講說未來的那個 台灣的總統一定是女性 好啊 那你國民黨體育紅袖住 那一定就是女性了嘛 對不對 你兩個都女的 你用眼睛閉起來勾 那哪一個都是女的啊 沒錯吧 那其實那個不是這個意思啦 就是說那個跟性別什麼沒有什麼關係 而且那個是一個不好的籤 那你就看到那個解籤師的那個 有時候都亂講 亂講 好 那請各位往下看 就是這個年籤呢 它象徵的是怎麼樣 就是 村莊的命運共同體 這樣的概念 這樣的概念 所以呢 那個信仰呢 它反映的是人群 人群的那個凝聚 人群的凝聚 請各位看 大概有這幾個特典呢 是 信仰呢 凝聚人民的那個 很重要的成分 各位看 你看喔 地緣 居住在這附近的呢 其實呢 彼此之間呢 是有休息與共 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 我們開始大家蒙作對不對 水源有沒有呢 彼此之間呢 有沒有合作的問題 因為你想想看嘛 水源流下來對不對 未來我們大家面對的是共同灌溉啊 那有沒有有一些人的田是在比較下游一點 有的人比較上游一點 你如果把所有的水全部擋住呢 那其他人呢 就慘了 所以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在過去的那個 傳統社會裡面呢 為什麼分類卸鬥 其中有一個部分呢 就是怎麼樣 這是生存的衝突嘛 你上游的人呢 你把那個水源呢 南瓜帶進對不對 那底下的那個 下游的人呢 其實呢 就 沒有辦法灌溉 那彼此間是有衝突 還有呢 那個 我們剛剛講的地緣 好我們講雪原好了 中途之間呢 雪原的凝聚呢 會不會比較高 地緣 地緣也有 比如說呢 從大陸呢 移民到台灣奶對不對 同樣都是漳州人 在對抗呢 全州人 這個是不是就是地緣的概念 對吧 這是地緣的概念啊 那雪原呢 就是同一個姓氏 同一個姓氏呢 那你們會看到就是說 它是 類似呢 那個 如果是比較小的是家族概念 比較大一點的呢 就是宗祖概念 宗祖概念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剛剛前面講 就是這個地緣 雪原這一些呢 那對於那個信仰 比如說呢 那個 各位看到一個情況 有沒有人呢 會在原來的那個 那個屈住地 他的信仰呢 帶到台灣來 有嘛 對不對 比如說泉州人 他呢 那個 他的在地信仰 就是廣澤尊王郭鴻甫 嘛 不是 哦 寶崇大地 對 廣澤尊王 那另外那個 你們看到那個 張州人 陳元光嘛 對不對 開張聖王 開張聖王 所以呢 這一些呢 其實呢 我們在看地緣 雪原 其實都是有 那那個 儀式 各位看 那個雪原的部分 我們前面也講過 好像說某一個姓氏 那他拜的那個 主要的信仰是什麼 那這個呢 是雪原的部分 來請各位看 在183頁這邊 那那個 信仰 使得人命結合呢 其中有一個部分呢 是祖籍 像說 請各位看188頁這邊 有談到 那彰化的媽祖信仰圈呢 主要是張州人跟福老客 什麼叫福老客 各位知道嗎 有一個基本概念 各位要理解 客家人 是不是全部都只有住在廣東 不是喔 客家人有一部分是住在福建 福建那個那個 那個講閩南話呢 有一部分是住在廣東 所以那個語言呢 跟語言的分布 跟那個省份的劃分呢 其實呢 沒有完全一致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講說 請各位看 張州人 張州 張州裡面呢 有一部分是講客家話 各位知道嗎 你們不曉得 像說那個 趙安 趙安那一邊呢 就是趙安客 就是我們現在呢 台灣不是講說 客家話本來是四種嘛 現在呢 界定出第五種 這第五種呢 就是趙安客家語 趙安是張州人 但是呢 他真正母語呢 是客家話 但是呢 他在呢 他的原鄉所在的時候 他就是講雙語 他是講張州腔的閩南話 但是呢 他也講客家話 所以這一種呢 就是最典型的什麼 福老客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呢 是怎麼樣 他本身是客家人 但是呢 居住的環境呢 主要都是那個閩南人 所以他後來呢 也都是講那個閩南話 所以他是其實兩個意思 福老客 其實兩個意思 那 其實台灣呢 有很高的比例呢 是 就是我們講的閩南人裡面呢 那個所謂的福老客 比例還蠻高的 只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不知道說自己呢 其實呢 你去看原鄉 你的原鄉 你的原鄉 你的原鄉的出生所在 是客家人 那你來台灣之後 怎麼可能 會變成你那個 那個講閩南話的那個族群呢 不是啊 這個是環境的改變 然後你大概幾代下人呢 你大概就不知道你自己的出生 另外請各位看呢 那這邊有提到呢 水利的結合 因為水利的結合呢 在過去呢 跟那個年代呢 灌溉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灌溉 那另外 請各位看 那個 民間信仰 其中呢 一個重要的部分呢 是跟 漢人的宇宙觀 有關聯 因為我們的那個 宇宙觀念呢 基本上呢 會認為就是 這個宇宙間呢 除了呢 我們人類之外呢 有沒有神靈的存在 鬼魂的存在 然後呢 這一些自然的那個 東西呢 其實都是跟我們有關係的 所以呢 基本上你看到呢 漢人 大概呢 是用這個角度在看待 人跟超自然的事情 所以 這個是一個 漢民主 漢民主的特性 好 那那個 最後請各位看一下 這邊不是有一些 問題討論 你們稍微翻譯一下 比方說呢 比方說呢 你們 如果有興趣 可以把這幾個問題 看一看 像說這裡邊呢 有談到 那個 南北 南北 那個在儀式上 那或者是呢 那個廟裡面的組織 到底呢 有沒有什麼不同 有一些地方是有不同的 好 那另外就是 像那個 拜全天上帝 跟拜媽祖的 在儀式上呢 有沒有呢 差異 好 那 這也是有的 那 請各位再 稍微看一下 這裡邊呢 有問比較尖銳的問題 說 廟 都帶有商業性質 對不對 那那些錢呢 會不會呢 就進到那管理員的口袋裡面呢 什麼什麼 那這個人 我們大概 剛剛都有談到了 就是說這些錢呢 你們看到呢 如果是比較正派的 他最主要呢 是在呢 經營呢 這個廟 那你說有沒有呢 比較不正派的 當然都有 好 另外請各位看 195頁呢 這邊有 一個問題 那這問題就是說 像 我們在當代的明天信仰裡面呢 會看到呢 有一些 那個 雞童 或者是那個 豆陶昂儀 那這個在現在的意義是什麼 那 那你們有沒有看 我想那個雞童你們都看過嘛 那那個豆陶你們有沒有看過 我稍微解釋一下 你去過去廟 大概呢 那個工作人員其實是兩個 一個呢 是你問他問題 那他會傳達給另外那個 在那邊呢 全身發抖的 那個豆陶 然後 就是你看到他 他其實是兩個人的組合 那那個人呢 會講所謂的天語 或者是說他會呢 在那邊寫一些奇奇怪怪的字 那是誰來解釋 就是站在他旁邊這個人 他看起來是沒有意狀的 這一個 那其實那兩個呢 是搭配的 搭配的 那不容易啦 那很有默契 因為呢 那個我去做田野的時候呢 就問過 他們呢 世界上長得很坦白 說有時候呢 神明沒有附身的時候怎麼辦 神明沒有附身的時候呢 就是他必須繼續演 那他這一個人呢 他就講 那個 比較模靈兩可的 或者是利用經驗呢 做回答這樣 其實呢 那個有很多是話術啦 什麼叫話術呢 就是你怎麼回答呢 對方都會覺得有道理 你不信你問我一個問題 我告訴你 你覺得很準 為什麼呢 你問我說你那個 今年去考那個國家考試 能不能考得上 我直接跟你講你考不上 除非你非常非常用功 才有一點點機會 你今年沒考上說我好準喔 你考上就說 對啊我好認真喔 沒錯吧 這個叫話術 各位懂不懂 就是說你去問這些神壇 他其實呢 這類的話術非常會講 所以呢 他給你這種答案呢 你回去想一想 唉唷這一家真的是零了 真的是零了 下一次任何大小問題 都來問他 然後那個 其中有一個話術 被那個電視的媒體記者拿去用 就是你問他問題 他說這個問題 只有你心裡最清楚 只有當事人最清楚 那你問的不是跟沒問題一樣嗎 對吧 那媒體記者最喜歡我講這個就是 到底他有沒有懺悔之心呢 恐怕只有當事人最清楚 那這什麼意思呢 你剛剛講的跟沒講是一樣的 好 所以這個是你們看到這些基同 昂儀之類的大概是這樣